主席教授、校长、各位长官 中心大学分享一下跨校社群通识还有自主创新经验 我们学校在台中 所以山海豚的爬山 我们尽可能的流域、南陀、彰化 甚至云林苗栗都在我们的投射范围 过去我们得到跨域的教师社群 是正好遇到疫情 所以变成一个比较间接用线上 事实上我们就是希望学生在山水游学 户外就是教师的理念 音乐、艺术、体育 不分科系 每人都适合服用 疫情期间这样的一个跨校 比如说我们跨到东华大学 讲讲也没什么意思 我也没去那 你也不会带我去那里 做地方学的在地实践 但经验交流总是有的 这是我们中部的古观七雄 我们只挑山做简单的 这是走到晚上才下山 所以这个乐趣来自于每次户外活动的风险 这是我们开的钓鱼课 从学校的同仁说钓鱼很臭 到它成为一个学校最受欢迎的通事课 我们要盘点你的学校 有没有那样的场域跟环境 正好我们学校有一条水沟 它名字很美叫康乔 但跟康乔没什么关系 我们也请去钓具店 一地教学 我们也去喝鱼汤 去开启你的五感 为什么要吃鱼 也有人说我信仰关系 我不能钓鱼 他觉得钓鱼是杀生 但作为人类 很早取得食物的来源 两种说法 让我们陷入一种诗变 也可以达到通事 更深层的教育的目的 我这个课曾经有754个预选 但我只收31 因为我钓杆不够 所以中签率是4% 所以这个是我国中的兴趣 没想到我这个教学生涯 还会把它变成一门课 而且据我所知 好像其他大学好像也没有 我不知道 后来我又觉得 学生跳啦啦队的设备 都丢掉很可惜 我拿来把它废物利用做吊杆 所以我连买都不用了 我跳脱了商业的循环 那左边那个是园林高中来 我们也带他去学校特色课程体验 那个蓝衣服是他们教官 他吊得比学生还认真 忘记他的工作 那从这个手作中 也看到学生专注 他说不认真会变认真 但我们这课就是只有一个通事课 那我因为也做过八仙山的这个专书嘛 所以从老师个人研究 在深入浅出成一个教学的旅行 那物色事件也在台中 我们也做过这个梅西走毒 你看那个右下 这么水泥化的溪流啊 跟以前资料上差那么多 那这样哪有什么旅行的元素 那左边是莫娜鲁道 右边是瓦利斯布尼 你要叹花一现 还是保存族人的生命 都在县地 你可以做一个省思 那我们的这个社群的 第一个小节总体目标 我们希望寓教与游 户外是教室 那用这个争取外部资源 作为中台湾特色的亮点 因为城大有踏塑台南 府城就有四百年 我们台中是晚开发的 我们如果走相同路径 好像不太划算 所以我们走山水游雪 好 这是我们的跨校 跨业 反正不只啊 反正连最近行政大楼的职员 都受到我的邀请 请他来开课 你有没有向导证 你有旅游证吗 你以前研究所念什么 我们在为课程 可以找到更多师资 左边是嘉义大学的美感素养 我们也都带为转贴 中间是hiking book 我们学会app安全 最右边那个框起来的是 清廷学会副理事长 他也来供我们花笼舟 希望他能帮我们争取一点经费 我们暑假也没休息 我们还有大雪山 一二三 刚刚第一张是忘忧森林 那个也已经完成 我们找教职员登山社老师来带 我们又谈亚神 那宝雄渝聚 再兴山庄 我们把一场为客做两个复合式上下午的体验 右边是水域安全 那我们没有体育科系 但我们去参加了113全国清廷锦标赛 那没有意外我们是最后一名 第一天就回来 连住宿费都省了 我们做了这么华丽的救生衣 花了45万 就换来第一天的快乐 那回去发了个新闻稿 很好 因为我们不会再退步了 我们第一次就最后一名 那回来之后呢 开始有没趣的学生说 我也要参加 所以于是我们就安排 一个月一次在大雅游泳池的自主训练 那我们特别重视大一的学生 我们希望大学部一二年级都来 那目的当然是降低休退转 那同才教练 我跟他们一起滑 我也去受训 所以很快我也会拿到 清廷水球西级教练证 这样子同才教练的认证 好像比较有第三方 比较像同才教练 那后来端午节又到了 我们又去滑龙桌 我们报中心大学AB队 因为我们想说我们没有体育科系 应该一天就回来了 也不要太强求 没想到我们滑进了负塞 因为没有租游览车 所以又多花了三万块 那这一位大一的郭同学 都是在框框那 他是学校礼仪大使 又是龙舟的夺标手 那因为他们只是好玩 结果他们滑一滑 滑到吵架 说你为什么都一直打我 然后开始在意输赢 然后说年底还要去滑太平洋龙舟跟大专碑 这一切都他们自己弄的 最后我们就用木了三对 年底要去花莲鲤鱼潭 我们把他绑自主学习 滑六天两学分 应该不算很随便可以吧 应该要滑六天 那我们最好的报酬就是从路港回来看到那个夜色 中间是新闻稿 右边是我们排的奖位 当他学生在意输赢的时候 其实蛮好的 他甚至会说我要提早训练 还是主动设计了那个队服 我们千层都跑完了 我们还买了侧工仪 他们说要平常就要练 我真的搞不懂他们那么执着干嘛 不是好玩吗 左边是创课 那我们现在学生好像脆的点击率比较高 脸书好像没什么浏览率 那左边是我们的航空旅游实文 专门培养假机师那个诈骗的 他们都是假的 他们只是上这个课 那右边是SUP 那我们也都买好了 我们希望把山水游雪的课程系列完整化 那因为我们也在火炎山嘛 那火炎山为什么新庸破产 他们看了气候分界二地地形 金毛杜鹃马尾松之后 说很难走 说吴贞贤老师骗人 所以我必须做个海报 特别讲真心不骗 保证好走 后来我办涉水步道 又扳回一城 那慢慢的我们请这些登山式的同学 自己去带 那因为我们也常跑招生 这是大湖农工 这是他们的水电装修教室 倒不是要培养证照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英大学学生 下学期也会有水电 生活水电的通试课 因为现在做什么 念什么也不一定做什么 搞不好念这个还有丙级 你以后还可以养家糊口 那所有的KPI一定都有AI 有社群 那因为我们得到的产学链 素养 数位人文 都是类似这个部分 我们最后把它导成院学室 专场是数位人文 我们也去旅行社 希望学生去实习 但他业界希望我们去实习一年 一整年 我们可能没办法 那就再去调整制度 这是动画或者AI的伦理 在法律上带来什么问题 这是我们的架构 山水游学旅游跟实作课程 叫山水游学 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通试是有核心的跨领域 那传统经典跟结合现在永续的指标 现在都叫生活实践 生活自主 好像大学生都不太能自主 生活实践 希望朝向这方面 制作出中心大学同事的特色跟跨校的合作 以上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